电动车的电池到底什么时候充电 为最佳状态呢 大家好 我是马亦 又出来换电池了 32换32 原来的L3 我们今天给它换成A6的 石墨烯的 档次要上来一点 今天在这里 跟朋友们说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新车新电池 要不要充电 第二个就是这个千三电池 到底该如何充电 无论你是新车还是旧车 只要你的电池是新换的 是新装上去的 新电池的 出厂的时候是满电状态 千三电池 新电池是满电状态 你装完之后 不需要立即充电 头一次尽量把电池用空 然后再充电 顺便提一下离电池 离电池 新电池 是放电放一半 或者说把电放尽了 再运输 朋友们如果说 你装的是离电池 新的离电池 千万记得要先把电充满 再使用 因为千三电池 无论是满电状态 还是亏电状态 没有任何危险 离电池满电状态下 运输的时候 容易发生碰 这个朋友们 基本上都听说过 第二个就是千三电池 应该如何正确的充电 我们把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分为两个季节 春秋冬 凡是温度低于25摄氏度以下的 车辆停止之后 休息一个小时 可以一次性充满 夏季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上的时候 如果说你将电池电量用尽了 最好分两次或者三次充电 单次充电时间不要超过两到三个小时 原因就是为了不让电池的温度升高 电池鼓包全部都会因为电池温度升高之后 电池里面的电解液 它是一种液体 就跟我们烧水一样 水烧开了会有水蒸气 那么电解液由于电池的温度过高 电解液会蒸发 它产生的气体 由于电池密封性特别好 气体排不出来 只有将电池鼓包了 电池一旦鼓包之后 它的密封性受损 所以说电池充放电的存电量就减少 今天它这种电池 从对面那个屋里出来 大概没有50米吧 没有50米 车辆就开不动了 它这个电池呢 就鼓包了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电池鼓包鼓得很厉害 而且特别烫 烫手啊 现在还烫手 车主是早上5点多钟 断开充电器的 现在9点多了 电池还是发烫 最后一点 千算电池到底该什么时候充电呢 是随用随充比较好 还是将电量用尽力充比较好呢 告诉朋友们 如果说 你每天必须跑的里程数吧 刚好将电池的电量用完 那没的话讲 你必须要充电 随用随充 因为你第二天 开不动了 如果你当天不充电 第二天 车辆根本开不动 那这种现象我们排除了 如果说是家用车辆 比如说我面前这个车辆 是家用车辆 三十二燃电池呢 大概能跑到四五十公里 我们就没必要 随用随充 尽量将电池用到 车辆报警了 如果说你的车辆 没有警报器的话 没有说 电量不足 请急速充电 这个语音报警的话 我们看这个电量表 我们看这个电量表 电量表里面 分为三档 绿色就是电量满 这个时候呢 充满电的状态 第二档是正常行驶 如果说车辆开起来之后 你的这个电量灯啊 吸到这中间四格的时候 我们暂时不需要充电 在最后说两个的时候 它上面写了请充电 这个时候尽量不要跑太远 防止电池亏电 亏的厉害 这个时候呢 就要及时的充电了 如果说你的仪表 是液晶仪表 正常的话 是会有四格显示 一二三四 四格黑色的就显示 当倒数第二格的 电量熄灭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跑太远了 也要立即充电 如果说我们在爬泡的时候 这个电量表会下降 这个时候呢 是不算数的 跑平路的时候 记得跑平路的时候 电量表出现 吸灯了 吸到倒数两格 液晶仪表 吸到倒数第二格的时候 千万不要跑太远 防止产生严重亏电 要立即充电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满意 拜拜了 啊 嗯 如果您的病人